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我们要上的课还是你们前面学过的第十三课 旅游在七十七页 七十七页 你们认识不认识我 不认识对不对 我是王老师 对 你们可以叫我王老师 我的中文名字叫王晏霖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课文 我们会学两段课文在第七十五页 然后我们要学七个生词在八十一页 然后呢我们要复习以前学过的语法 又又虽然可是还有什么什么起来 然后呢我们还会学到一个新的语法典词 现在请大家看书第七十五页 我们先读一下前面的课文 第七十五页 从我们是坐火车去的云南 大家一起读好不好 跟我一起读 我们是坐火车 现在这里有四个问题 来请看这儿 他们怎么去云南的 坐火车 为什么买硬货票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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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回答问题 先看课文好吗 刚好 我们现在先看屏幕 第一个问题是 在餐车上吃饭感觉怎么样 很贵 很贵 还有呢 又贵又难吃 对 又贵又难吃 好 那我们的导游怎么样 很幽默 很幽默 对 很幽默 好 现在我们来学习今天的生词和女法 第一 这个是 又又 又又 这个是 盒饭 对 盒饭 又又 又好吃 又便宜 对 盒饭又好吃又便宜 盒饭又好吃又便宜 那这个是 方便面 对 方便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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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方便又便宜 很好 很好 那现在你们来说 又又 又 又好喝又健康 又好喝又健康 什么 又好喝又健康 水 又好喝又健康 又好喝又健康 考试又难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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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是 这是餐车 对不对 这是餐车 对不对 这是餐车 我们在餐车上吃了一顿饭 那你的饭 我觉得 又 又 贵 又 难吃 又贵又难吃 很好 这是什么 不如 不如 对 不如是 差不多是 没有的意思 差不多是没有的意思 那我们说 什么 不如 什么 怎么样 什么 不如 什么 怎么样 这里有一个例子 这本书 不如 那本书 好 哪一本书好 哪一本书好 这本书好 这个是 她的汉语 不如 我 好 谁的汉语好 我说的人 对 我很好 在餐车吃饭太贵 在餐车吃饭太贵 不如吃方便面 对 方便面比较好 为什么 餐车吃饭太贵 对 餐车吃饭太贵 有没有问题 不如 有没有问题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用电子邮件 和发短信 一 二 方便 怎么说 不如 用电子邮件 不如发短信 短信 那这个是什么 写汉字 说汉语简单 说汉语简单 写汉字 不如 说汉语 简单 那好 那现在你们来造句 不如 不如 汉语不如 汉语不如 汉语难 哦 汉语不如 汉语难 喝水不如 喝酒 好喝 喝水不如 喝酒好喝 火车站对不对 他们在做什么 对 他们在拥抱 很好 很好 我和丽莎在昆明下车后 等了两个多小时 很好 雪梅和柯林 他们的火车才到 很好 接下来 我们一见面 大家就高兴的拥抱 很好 这个哦 这是虽然可是 这是虽然可是学过 对不对 虽然可是学过 这是虽然 A 可是 B 这是虽然 A B 或 A 法 D 懂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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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但我们看看 虽然今天下雪 可是我还得去上课 对不对 这个是虽然我很累 可是不能睡觉 我要做作业 对不对 很好 最后一句 我要做作业没有错 我要看电影 哦 我要看电影 虽然我很累 可是不能睡觉 我要看电影 很好 来 虽然可是 没有钱 很快乐 虽然我没有钱 可是我很快乐 这个是不会写汉字 能跟中国人说话 虽然我不会写汉字 可是 能跟中国人说话 可是我能跟中国人说话 嗯 很好 那这个是不漂亮 很多人喜欢他 嗯 虽然我不漂亮 可是很多人喜欢我 哦 虽然我不漂亮 可是很多人喜欢我 很好 那现在你们来 虽然可是 谁可以来造一个句子 虽然可是 虽然我已经上班了 可是下课以后 我得 虽然早上我已经上班了 可是下课以后 我还得要去上班 我还得要去上班 很好 有没有问题 虽然可是 没有问题 很好 这是火车站 我和丽莎 在昆明下车后 等了两个多小时 雪梅和柯林 他们的火车才到 我们一见面 大家就高兴的拥抱起来 虽然才分别几天 可是好像好久不见了 懂不懂这句 虽然才分别几天 可是好像好久不见了 懂不懂 很好 然后我们一起走出火车站 看到导游正举着牌子 找我们 牌子是什么 牌子 对 举着牌子 找我们 牌子上写的是 我们四个人的名字 很好 正是现在的意思 对 正是现在的意思 导游 我们的导游说话很幽默 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不过有时他说的话 我们三个都听不懂 雪梅只好给我们当翻译 懂不懂 有没有问题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课文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课文 现在请大家看生词 第八十一页 八十一页 我们看生词 八十一页 好 大家跟我读 从二十二到二十二开始 好 现在我们读课文 请大家翻回到七十五页 好 课文 生词 大家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roll 这个行结是 嗯 我们有三个人 有一个人呢 是导游 他是一个很幽默的导游 然后另外两个是美国游客 美国游客 导游在火车站接美国游客 问游客在火车上睡觉睡的怎么样 睡觉睡的怎么样 美国游客做的是软卧车厢 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人打呼噜 懂不懂 这是情节 好 然后呢 可是你们需要用这些语法 比较 比较你们学过 这是复习 为了 也是复习 打呼噜 也是复习 又又 还有呢 不如 不如是我们今天学的 虽然可是 还有 懂 懂不懂 这是你们用的语法 然后呢 我们会有 会给你们Evaluation 评分 评分你的汉语的发音是20分 语法是20分 表演是20分 然后你们的情节是不是很逗 很幽默20分 然后你们的大家一起的合作20分 所以呢 你有5分钟的时间去准备 然后来表演 在你表演结束以后 你需要问你的同学两个问题 好 现在请谁先来 魏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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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我们看一看 他们的表演怎么样 我买的是软卧票 为什么买软卧票 为什么买软卧票 因为软卧票 有大有舒服 好 这饭是怎么样 啊 虽然 方 很凉 虽然 哦 可是 那个 某座人员的态度 好 好 喵 我 呃 软卧不如用我好吗 不是 好的 好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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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 上车上的方式是怎样的 好 来 我们开始了 第一个翻译怎么样 也还好 语法用完了吗 好像没有用完哦 然后你们的表演怎么样 别唱歌哦 然后这个plot期间 你们不好笑 不到 不用 听过来好好 还有这一句 好 现在上课了 下个星期一 下个星期一还是冯老师给你们上课 对 然后今天我去给大家带一课